询文离晨,色索不洁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牧师功德 别名三毒无味 这一段等于是说明十四种无所谓的功德 其中的三种就是远离三毒 贪、嗔、吃的三毒 使令我们内心面对三毒的时候能够无所不畏 这个是修习观音菩萨法门产生的效果 我们看经文 九者、熏文离晨、色索不洁 能令一切多淫众生、远离贪欲 这以下的经文 在古德的注解当中 都是分成字形根话他这两段来说明 在字形这一部分 又分成了体性根作用 熏文离晨 这是字形这一部分的体性 熏文 就是我们依止反文照性的功夫 能够成就离晨 脱离这一切色尘的细腹 也就是说 熏文是一种因地的修学 离晨是一个果地上的功德 熏文离晨 就是指我们在修观音法门当中所证得的理性 能够脱离这一切的六尘障碍 发明我们一面的清净本性 这是讲到我们在自修方面所证得的理性 那么它有什么妙用呢 色索不解 这个色指的是一切六尘的境界 当我们功夫成就以后 六尘就不再解脱我们心中的功德 这是色索不解 这个包括体 包括用 都是一种自行的功德 这以下我们看化它的功德 观世音菩萨有这样的自行功德 它有什么作用呢 能令一切多银众生 远离贪欲 所以它能够使令我们这种多银的众生远离贪欲 这个多银 偶艺大师的意思 不是指男女的这一部分而已 是包括对一切六尘的贪爱都叫做银 一切贪爱 当然都是以攀缘心为本 我们既然不随外在的六尘所转 开始反文文自信的时候 当然这一切的贪爱的烦恼自然消失掉 这是观音菩萨法门产生的第一个内心的功德 感谢观看